就一个场景里有标注狼王鸡 但是哎 看过来之后 诶儿呢 我除了我这个角色 我之前说过可能比较像野兔子 就是因为平时画 问你们测小说画得太苦了 对 阿灵的话 真的是去问 去打听 战哥的话 就是不懂 Oh my God Hello QQ音乐乐卷大牌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于斌 在陈浅银中饰演的是温宁 今天我作为月见大牌的特派MC呢 我是想要跟一博老师 来做一个深度的交流 诶不敢当 诶 我之前也做过那个男团嘛 对你能不能猜到我 别问 别说不是 您是前辈 不不不敢当 不敢当不敢当 能不能猜到我以前在团里面 是一个什么担当 Rapper吧 不是Rapper吗 是是是是 对吧是Rapper Rapper的话就会更加的 喜欢带链子啊手链啊这种 平时这种感觉会像一个Rapper 穿衣风格可能会很明显 对可能我们会偏接头一些 可能说话的方式也不同 就是感觉不一样吧 我妈今天都偏我看 第一次看剧本对角色的理解如何呢 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 感觉在找这个角色 就一个场景里有标注狼王鸡 但是哎 看过来之后 词呢 什么一句话都没有 说高冷 没想到这么冷 情感最爆发的一场 其实哪一场 狼王鸡的情感 其实都一直含在内心的 它也没有那么爆发 爆发也是就是在自己 就是比较隐忍的状态 就比较靠后了 在很光景的时候 终于明白了 魏无羡为何不用剑 然后改修了那个塔图 狼王鸡心很痛 然后还很怪自己 为什么当时对魏无羡 做的那些事情 又很刺激 对我来说 情感最爆发的 可能是在穷奇道 就是刚刚变成鬼将军的 那一场打戏 不停的吼 就是所有的情绪都是吼出来的 它是种完全外放的情绪 啊 没用后面 没用 你不是说它 效价是那个内线开关 就是内线像开关一样 就一开就开 它真的很厉害 就是就是它 情感抓得很到位 这种感觉就能抓住 不是说它 它眼泪说来就来 就是说它是感觉抓得很对 就是情感抓得很对 就是能能够 让自己很快的住戏 这样很投入 你当时哭有瞬间就来了 还是想起来 因为当时就是在在场 都是在过大戏嘛 其实那个感觉 还是能体会到的 因为毕竟那段戏 拍的比较靠后 然后就之前的过程 也都有经历过 然后回想一些过程了之后 其实还是有 会有感觉的 黄一博老师 如果你本人 到了这样的 就陈青丽的这个世界里面 你除了蓝旺鸡 地爱想尝试的是个什么角色呢 聂明爵 聂明爵 为什么 或者是宣扬 因为武力高强 那这把大刀多帅 那温宁也有拿过来 你为什么不想念温宁呢 但没说太疼太疼太难受 哪儿宣扬呢 宣扬的话就是有这个人物 还挺喜欢的 坏坏的 王国模仿嘉宾 是一样的姐妹一样 我除了我这个角色 我正想说 我可能比较想养兔子 就是因为平时画 温宁的测小说画的太苦了 对 有一天看到他们在拍兔子的戏的时候 觉得就觉得兔子 就好轻松啊 就是被大家捧在手心里面 对 那你帮我拿兔子 这样吧 对你来说 这次最辛苦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苦中作乐的方式是什么 在横溅拍戏 应该大家去过的 人都说非常的艰苦 夏天特别冷 特别冷 然后暴晒 然后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室内的话就特别温 你刚擦完喊三分钟之后就出汗了 然后室外的话就暴晒 晒到眼睛睁不开 你下面打个鼻波罗 然后上面又吹个鼓风机 然后在上面就拍仰 因为天哪就真的真的 真的 还有丛林里面的虫子 对 横溅的虫子特别厉害 对有一场戏 你的虫子 我的天哪 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坐在你的眼皮下 左右两边夹起来有六七只那种 就很小的小黑虫子 因为网友就是 在小时候的时候怕黑怕嘴 拍夜间的时候你感觉一个人都不走 没到那种程度 你会太夸张了 所以你们会结伴一起去 看亮了吧 大家有没有这亮 你觉得我们剧组游戏实力拍名 是应该怎么拍 我觉得大家各有各的长处吧 玩吃鸡我觉得我还行 我应该可以拍得上一样 对可以 没问题的 比如说玩王者的话 那可能就是战哥 或者你玩的不错 打手臂的话 我们经常玩 是基里挑衅你的 对 他挑衅你 没有开始 就是看他在跟谁玩 我说我特别厉害 然后就跟他玩了 然后拍摄过程中有没有累积到 那个演技上的经验呢 我觉得这次就是感觉 形态上 神上的演技有所提升 因为没有再靠台词 就是 对 能忘记大部分都是 就一版 全是眼神 然后打戏 应该微氧也有提升 去年生日是在剧组过的嘛 然后剧组是怎么帮你亲身的呢 剧组帮我亲身的 就大家送了我很多礼物 我特别喜欢 阿力娃送了我的皮衣 然后战哥哥送了我的头盔 大哥送了我的那个小丑DK的女手饭 然后我送了他自有 他们你又懂怎么会懂得送你 是你爱试过吗 阿力的话真的是去问了 就是打听了 去学习了 战哥的话就是不懂 别让我想了我就想了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很多 我和你战哥你战哥怎么说 我也有见过 对 有一个贵 就是一盒牌 就是 14个14个 14个 就像一盒牌 那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有没有反战 Oh my god Oh my god 下一个问题 如果陈情令被改变成游戏的话 是怎样的游戏世界观呢 世界观的话 我觉得还是 强腰出魔吧 可能每个角色的话 都有不一样的职业 就比如说 我们两个应该算是战士类型 然后像魏无羡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法师了 就是他吹笛子啊 韩光君的话就是剑客吧 你不玩游戏 对 爱玩游戏的人一定会懂 对 有几台摩托车现在 我现在就单排 刚卖出车一台 还是卖了一台 就今天刚卖出去了 之前发烧的时候想 有一台 有一台 那个 那他现在就感觉 在道上也骑多了 然后时间也 也久了 就可能觉得 也确实不怎么骑啊 那就干脆卖了吧 留一台自己最喜欢的就好了 然后8月份是第二次正式的摩托比赛了 紧张多还是新闻多 又紧张又新闻 因为这次的比赛还挺规模会挺大的 但是 ALRC 国际的赛事是亚军赛 这一次的话 首先不会像北京京港一样 是没有跑过的赛道 北京京港那场赛道 那场比赛 我就跑了三次去比赛了 而且都海算是我们赌场作战 哦 对 因为我们的车站在那边 那个赛道特别的适合我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掉头弯 都是高速弯的那种 所以我还在高速弯上 还挺感开游的 应该还挺有情形 我觉得大家到时候一定要 多多关注一下这上面 谢谢 第一个词是帽子迭代 整个我能理解 对 因为HIPHOP 对 我能理解 对 我能理解 就是大家可能很小关注HIPHOP 就是那方面的穿搭 而HIPHOP的人就像rapper一样 都会就是把帽子别戴在帽衫上 对对对 都会这样的穿搭方法 所以说大家请关注一下HIPHOP 这头盔擦汗是啥情况 那真不是擦汗 我都无论你们脑洞太大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摩托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会头盔撞到很多小虫子 牺牲很多小虫子在头盔上 那会影响我的视线 所以说我要把镜片擦得干净一些 我下次在出发车的时候 再会看路看得更清晰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普及点 就是头盔的镜片上会贴两个膜 一般就正式车手的时候 比如说在热身赛的时候 会贴一只膜 然后那个膜就可以随便一接掉 然后就是一个新的一个镜片 好 然后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边 然后我觉得HIPHOP 它是一个非常真诚 也很认真对待任何的事情 外部条件就不用我说了 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这部剧 陈琴丽 然后我也希望我们之后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